南唐后主李玉是一个多愁善感的风流才子 他虽然在文艺方面才华绝代 但是在处理国家军政大事时 却往往有心无力昏招迭出 面对宋太祖赵邝义三番五次的劝想 李玉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最终宋军对南唐又是怎样实施军事行动的呢 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描绘 南唐后主李玉的悲情人生 兵临城下敬请关注 在上期节目中赵小兰教授讲到 在南唐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 李玉却中了赵邝义的反监计自毁长城 杀了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林仁赵和大臣 潘幼李平酿成了无法挽回的过错 走到这一步 一直对李玉这块自留地虎视眈眈的赵邝义 认为吞并南唐的事迹终于成熟了 那么赵邝义的军事行动是如何开始的 面对阮应间时又嘟嘟逼人的赵邝义 李玉又将怎样来应对呢 其实一开始赵邝义并不想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 尽管宋朝在军事实力上占绝对优势 但毕竟战争的消耗太大 所以他最初的策略呢 是在加强军事威胁的同时啊 搞和平演变 希望这个李玉啊 自觉点 识相一点 把这个土地呢 自动的交给他的大宋王朝 当时的南方就剩下南唐的李玉 和吴越的前处这两个土皇帝了 赵邝义叫人在汴京城里 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豪宅 并且特意设计成江南园林市的风格 山水楼台 奇华异史 那是应有精有 美轮美奂 据赵邝义自己的说法 那是规模华壮 不减江泽 就是华丽壮观的程度啊 跟南唐和吴越的皇宫呢 差不多 赵邝义把这所宅子命名为李贤宅 并且放出风句说 李玉和前处 谁先来京城给我磕头 我就把这个宅子呢 赏给谁住 林玉当然知道 赵邝义这个李贤的葫芦里啊 卖的是什么药 李贤就是尊重贤人 也就是品德高尚 或者才能突出的人 赵邝义的意思是说呢 实时务者为俊杰 你们要真认我这个老大呢 就别做你们那个小朝廷的皇帝了 到我这来做个社会名流 担任一些民意职务 在待遇上呢 我亏不了你 说白了 就是叫李玉和前处呢 自动投降 那么一向对赵邝义屈服示弱的李玉 面对这种投降的暗示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的反应呀很有些出人意外 可以说相当的不给领导面子 根据史书记载 赵邝义曾经前后三次 或明或暗的 让李玉呢 北上来当这个贤人 第一次他打的是青情牌 就让留在汴京的丛善 给李玉写信 让他表现积极点 赶快来北方呢 做这个李贤宅的主人 不料李玉呀 他接到从善的信以后 居然另当这个绝物不高的落后分子 也不肯亲自到领导这里来表示表示 赵邝义一看 李玉这小子架子还不小啊 这青情牌还不起作用啊 那就公事公办 派使者去请吧 于是第二次呢 就派了宋朝一个负责礼仪的武官 河门使梁炯到南堂去请 这梁炯到了南堂以后 先是客客气气的 对李玉提建议说 天子京东行财了礼 国主以往祝祭 意思就是说 天子赵邝义 今年冬天要举行烧柴祭天的活动 按照李杰 李这个下属呢 应该去陪同 称称场面 他虽然没有明说是赵邝义的意思 但李玉心里呢 他是心智肚明 他的一态度呢 就是装傻 既然你没有明说是领导的意思 那我就假装不知道啊 来一个不答 就不说去也不说不去 哼哼哈哈的一番了事 这梁炯呢 立功心切 他见软的不行 就想来硬的 据说了 他跟手下了 商量了这么一个办法 临走的那天 如果李玉到船上来送上级的代表的话呢 就把李玉挟持 作为人质 开船就跑 可他这个绑票计划呀 不知怎么的 走漏了风声 到最后呢 李玉没有到船上来送上级的代表 总算是躲过了一劫 宋太祖赵邝雄心勃勃 要消灭当时中国的割据政权 完成他的统一大业 公元971年 南汉灭亡之后 南方只剩下了南唐 和吴越两个国家 李玉为了保全南唐的国号 不仅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 而且甘愿独守称臣 但终究还是不能撼动 赵邝雁统一全国的决心 面对赵邝雁的不依不承 李玉心里知道 他是在劫难逃 那么下一步 赵邝雁将如何动作 李玉会被迫救犯吗 可是李玉躲过了初一 却躲不过十五 不久北方的使者又来了 这一次来的是赵邝雁的秘书长 知智高李牧 并且带来了赵邝雁的明确指示 本领导今年冬天在某地有重要活动 希望你能来参加 你一定要来 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 这下子李玉被逼到了墙角 大领导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了 如果再不去辜负了领导的好意 那可就不是穿穿小鞋的问题了 怎么办呢 跟手下的总理大臣 就是光正史啊 门下四郎 陈乔等几个管事的人一商量呢 都认为千万去不得 一去不就是成了肉包子打狗吗 肯定回不来了 南唐的江山也会跟着玩玩 没法向祖宗交代呀 而李玉天性纯效 对父亲的感情本来就很深 再加上他的耳朵根也软 听陈乔他们几个人一说 就觉得领导虽然可怕 但要对不住祖宗 那就是可耻了 所以呢 他就下定决心 继续挺下去 他先是对李木说 自己有病去不了 最后看看躲不过呀 伸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干脆心一横了 亮出底牌 说我一向对领导啊 恭恭敬敬 就是为了保全祖宗 给我留的这块土地 没想到今天被你们逼到这步田地 那我只有以死相拼了 可李玉并不知道 这一回赵矿印已经做好 他要拼命的打算了 就在李木来南唐的同时 北宋的军队也调动起来准备进攻这个南唐 所以李木一见 这个李玉发了标 仍然是不慌不忙的说 见不见天子的事呢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过我们大宋的军事实力啊 可不是你们江南能对付得了的 所以我劝李还是好好地考虑一下后果 可不要到时候吃后悔药啊 前面我们说过 李玉对于危险的嗅觉 还是相当敏锐的 现在他见李木把话说到这份上 知道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在李木走了以后呢 他一面就派人到北宋去 跟赵狂应的求情 一面呢 就下令修理城防攻势 准备战斗 为了鼓舞士气 他在给他的下属们 做动员报告的时候 慷慨激昂地说 如果北方的军队打到我们南唐来 我一定亲自挂帅 跟他们大干一场 就是打不赢 我也会把自己的亲戚和族人呢 叫到一块自焚 总之是绝不会当俘虏 死在异国他乡的 这话说的是 质地有声 男子汉大丈夫气十足 可是传到赵狂应的耳朵里 却只唤得他哈哈一笑 赵狂应说 此错大耳于耳 徒有其口 必无其致 徐能如是 孙昊书宝 不畏祥奴以 错大 是古代对贫穷落魄的读书人的称呼 赵狂应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不过是穷酸秀才的话罢了 空有一张嘴巴的人 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志气 他如果真能这样的话 那孙昊和陈淑宝也不会投降当俘虏了 孙昊是三国时候吴国的最后一任皇帝 陈淑宝呢 是南北朝时候 陈朝的最后一任皇帝 这两个皇帝都喜欢美酒美女和各种唯异活动 他们的首都也都是在京陵 而最后呢 也是被北方的国家给灭了 而自己做了俘虏 赵狂应拿他们来跟李玉相比 意思就是说 咱走着瞧 我就不相信 你这个只会读书写词 泡美女的秀才 能够比孙昊和陈淑宝强到哪里去 李玉和领导这么一较劲 南唐和北宋之间的战争呢 自然就很快爆发了 公元974年润始月 赵光应以李玉拒绝来朝为借口 联合无约 发兵攻打南唐 北宋军队在大将曹斌的率领下 由江陵沿江向东推进 吴越王前处率军由杭州向北进攻 对金陵形成夹击之势 南唐终于走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那么在这场战争中 南唐军队是否具备抵抗宋军的实力 李玉究竟有什么依靠 是他敢于发出和赵光应不惜一战的豪言状元呢 南唐人所经历的上一场战争 还是在李玉的父亲李景的晚年 到北宋军队南法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尽管李玉对赵光应要攻打南唐 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 并且还做了一些动员和战备工作 可是习惯了和平生活的南唐军队 就像一架老爷车 一时半会儿还发动不起来 而且李玉这个人呢 又特别的人厚 对手下特别有包容心 甚至是该出手是不出手 就造成了刑法太宽 一无过此的状况 这样一个喜欢或犀利的领导 在手下心目中难免是威严不足 他们执行起命令来 也就多多少少的会打一些折扣 甚至是敷衍了事 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战争会来得如此之快 于是战争一爆发 南唐军队就被年年打仗 训练有素的北宋部队呢 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池州战役中 南唐的守军刚开始看到江面上的宋朝部队时 还以为是搞例行的巡逻呢 于是派了人抬着酒肉笑呵呵的跑去喂牢 等到发现情况不对 池州的守将吓得连象征性的抵抗也不做呀 就开了溜 让宋朝的先头部队轻而易举的进入了池州 然后是水路两路啊 齐头并进视如破竹 很快就到达了南唐的军事重地采石基 对宋军来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长江天险 保证后续部队和吉仰等呢 能够顺顺利利的运过长江 我们知道 古代长江是没有长江大桥的 要过江的话只能靠渡船 而长江水面宽阔 风大浪大 北方人又不熟悉水战 因此怎么让这天谦变通途 历来就是北方的国家 在发动对南方的战争时 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解决的好不好 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 这也是礼于敢于跟赵邝印呢 搞这个对抗的重要原因 宋军大军南巷来到了位于长江东岸的采石基 采石基自古就是长江重要的渡口 厄居大江要冲 水游湍急 地势险阳 宋军的数十万人马 要想指导南唐的首都金陵 就必须渡过长江 而长江下游江宽水急 要造船渡江 在当时的条件下 无异于一个神话 那么宋军究竟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呢 这道天然屏障能给李玉提供预想中的保护吗 让李玉做梦也想不到的是 他想要依靠的这道长江天险 早在几年前就让一个他瞧不上眼的小人物给打开了缺口 宋军这次进攻江南 有一个向导叫樊若水 樊若水本来也是江南人 他的父亲在池州的一个小县当县长 这位县太爷的公子啊 为人是心高气傲 不满足只在小地方呢 翘翘尾巴 于是就到精明来考近世 想靠自己的力量弄个官当 好光宗尿祖 没想到自信满满的他 却被考官毫不留情的刷了下来 这樊若水不服气呀 就直接给李玉写报告 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 想借此得到赏识呢 平步青云 可那个时候李玉正一门心思的烧香拜佛 把国家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佛祖身上 哪里还会理睬一个 连公务员都不是的人的这个意见呢 因此也没有搭理他 这樊若水一气之下 心想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你李玉看不上我 北边还有一个比你更大的领导呢 我投奔他去挖你的墙角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于是他就琢磨起 怎么样到北方去 并且引起这个北方领导的注意 他想来想去呀 觉得要引起赵狂印的注意 只有送一份大礼 那么什么是北方大领导最喜欢的礼物呢 自然就是李玉的这块自留地了 那好 我就从这里下手 帮宋朝部队解决怎么样过长江的这个难题 于是他就到了离京陵只有八十多公里的军事重地采石机 在那里当起了侦察兵 关于他是在那里怎么样进行侦察的 历史上有不少说法 宋史本传说他在那里做了一个钓鱼翁 而路由的入属记则说他混进那里的寺庙做了一个和尚 总之他是在军事要塞弄到了一张合法的占助阵 可以天天在江边转用 于是在晚上他就把一团丝绳的一端系在南岸 然后架着船带着绳子扯到北岸 用这个方法来测量江面的宽辖程度 经过几十个来回 情报搜集的差不多了 于是他就溜到北宋 向赵匡胤献上了这份大礼 建议说在采石级造福桥渡江 果然赵匡胤对他的这份大礼是高兴的眉开眼笑 说行 礼遇不给你当公仆 施展才华的机会 本领导给 于是就叫手下的书袋子去考一考凡若水 看他水平究竟如何 凡若水的考试成绩估计是不太理想 因为宋史上说他学浅 就是学问浅薄 证据是有一次赵匡胤跟凡若水谈话 问他为什么要取若水这个名字 凡若水就回答说 唐朝有个大臣叫黎若水 为人刚直 我很仰慕他 所以给自己呢 也取了这个名字 他这话一说出来 人皆孝之 大家都孝了 原来唐朝的那个大臣叫黎若冰 古代这个冰字就是在水字的左上角加上那么一点 看上去非常相似 这凡若水读书大约是属于一目十行的那种 把那一点给忽略了 于是呢 若冰就成了若水 在领导面前闹了一个大笑话 赵匡胤虽然读的书不多 可平时大约也听手下的大臣提起过这个黎若冰 知道是凡若水搞错了 不过他很懂得保护这个兴气很高的人的自尊心 他不但没有揭穿他 反而笑呵呵的对他说 看来你知道不少古人的事啊 不错不错 我给你改个名字 就叫知古吧 于是凡若水就成了凡之古 尽管这个凡若水或者叫凡之古 他的学问根底不够扎实 可是在等级僧严的封建社会里 一个人的考试成绩再不好 可只要领导拍了板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于是凡若水呢 最终还是被刺及地 也就是说被录取了 并且很快就安排了职务 专门负责搜集南唐的军事机密 参与攻打南唐的准备工作 而他的福桥杜江的建议 也得到了高度重视 宋朝开始在湖南一带的水域中 大量建造做福桥用的船只 等宋朝的先头部队攻下采石机之后 这里的造船工作也已经完成 并且在石牌口 就是今天的安徽淮林 还举行了一次模拟面演习 随着赵矿印一声令下 几百艘战船浩浩浩荡荡 顺流而下迅速抵达了采石机 从长江的北岸一直扑到南岸 船上再用铁链和绳索一绑 铺上厚实的木板 只三天功夫 宽阔的长江江面上 就出现了一条自古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巨型浮桥 公元974年润石月 采石机江面上出现了一条巨龙 横跨大江南北 这座浮桥就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座长江大桥 数十万北宋大军 如履平地般地 从长江北岸滚滚而来 那么面对文所未闻的浮桥渡江事件 李玉和他的大臣们 又会作何反应呢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泡在书本子里的南唐军臣们 在听到宋朝军队准备建浮桥渡江的消息时 根本没有想到这有可能变成现实 李玉跟他手下最宠幸的大臣张继 谈起这个事情时 张继说陛下 我敢保证这一定是假新闻 我读了这么多书 还从来没有哪本书上记载 有用浮桥过长江的事呢 这消息一定不是真的 即算是真的 他也一定不能成功 李玉一听就放心了说 哈哈 我也说嘛 这个事情啊 这个事情啊 就像小孩子过家家 是当不得真的 然而 现实是残酷的 就在李玉和他的书袋子大臣们 还在把福桥渡江当作一个天真的童话的时候 宋朝的兵马粮草 已经沿着这座开创了历史的大福桥 源源不断的运过了长江 当李玉接到这个消息 顿时慌了手脚 马上调动部队 想从水路两路呢 来进攻在采石基的这个宋军 想要摧毁这个福桥 可是却被站稳了脚跟的宋军 打了个稀里哗啦一败涂地 打败仗的消息传到精灵 李玉知道大烂临头了 他别无选择 只能做最后的挣扎 打好精灵保卫战 于是他下达了戒例令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动员群众出钱出力保卫国家 同时他还下令 在各种公司的文书上 停止使用北宋的开保联号 改用天干地支祭联 当年就叫做假虚岁 以此来表示和北宋呢 彻底翻脸 不再接受赵矿印的领导 从李玉的这些举动来看 他似乎确实有跟赵矿印 血战到底的决心 可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 光有决心那是远远不够的 在赵矿印这头真正的大老虎面前 李玉就像一只柔弱的猫 双方的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何况在这个时候 李玉他又犯了用人方面的错误 导致局面迅速的恶化起来 有关李玉和他统治的南唐的悲剧结局 后世评论有多种说法 其中不乏对后如李玉的同情 有观点认为 李玉的父辈祖辈给他留下的是一个烂坛 让不安政治全数的李玉来收拾 确实是勉为其难 那么当赵矿印发动的这场想要灭亡南唐的战争 终于来临时 李玉在用人上究竟又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 继而导致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李玉在战争爆发后 组织了一个军事委员会 其中掌握兵权的叫皇甫季勋 军师是陈桥和张继 另外还设了一个内殿传召的职位 由南唐国防部和人事部的一些高级官员担任 负责上传下达指挥协调 这些人全部都是他的亲信 个个都在他面前宣示效忠 张继和陈桥还给李玉出主意说 北宋的军队虽然厉害 咱们主动进攻打不过 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兼毙亲野的方法 坚守不出 跟他们打持久战 一定可以耗垮他们 李玉是个耳朵根很软的人 而且对行军打仗这一套外行得很 根本估量不到战场的形势 也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措施 去应付这些局面 现在由手下把这烫寿的山芋给接了过去 他也乐得个清闲自在 于是就说行啊 那打仗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呢 他自己呢一头躲进后华园里 忙他喜欢干也擅长干的文化事业去了 每天跟和尚道士谈谈佛理 讲讲一经 在因果报应 匹基泰来这些玄玄须须的道理中 寻求安慰 他对战场情况的了解啊 几乎全靠他这个传话的亲信 然而就在他的这些亲信里面 已经有人动了投降的心思 这个人就是掌兵权的皇甫济勋 这皇甫济勋在南唐可以算得上是名将之后 他的父亲皇甫恢复 在李玉的父亲李景的手中曾经屡立军功 后来因为轻敌败给了当时还是后州将领的赵矿印 被抓到北方以后坚决不肯投降 并且拒绝治疗伤口 很英勇的死了 让人感叹的是 这么一个虎父啊 却偏偏生了这么一个不成器的犬子 皇甫济勋在当年跟着父亲打仗的时候 就曾经在战斗最紧急的时候开小差 气得他的父亲拿着手里的兵器啊 对他救世一下 想因此宰了他 幸亏他打仗的本领不行啊 逃命的本事却不差 溜得飞快 总算是捡了一条命 他的父亲死了以后 他不仅没有受到责任的追究 反而因为父亲的原因呢 当了劣势家属 逐渐受到重用 大处大跪起来 这样的一个人 你说他要会临危受命呢 誓死保卫国家的安全 那大约也只有李玉这样的人呢 才会相信 根据史书的记载 皇甫济勋 在当了南唐军队的第一把手之后 面对着北宋军队的步步逼近 他根本拉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心里呢 只想李玉啊 赶快投降 可是口里又不敢说 于是他就在跟人谈话的时候呢 总是要替北宋的军队啊 做一番义务宣传 他说 这北方的军队啊 实在太厉害了 咱们有谁是他的对手啊 而一旦有南唐打败仗的消息传来 他都要眉飞色舞的说 你瞧立强 我说的没错吧 我早说了是打不赢的嘛 他整天这样的胡说一气 当然就会激怒一些有血性的南唐军人 于是就有将领呢 组织了赶死队 准备去偷袭北宋的军队 皇甫济勋发现以后 对这些无视长官意志的将领 先是用鞭子狠狠地教训一顿 然后就给他们关禁闭反显 对于李玉 皇甫济勋除了宣扬投降主义之外的 他就是蛮和骗 根本不让李玉知道战场的实际情况 为了避免李玉的询问 他推说军务繁忙 尽量的不跟李玉碰面 这样一来 可以防止漏陷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呢 也在领导心目中造成他 尽忠报国的这个形象 在李玉的军事委员会中 那些负责传递情报的人 也跟皇甫济勋呢 穿同一条裤子 向李玉呢 隐瞒了真实情况 甚至他的亲信之一 他最宠幸的大臣张继啊 也是如此 在公元975年的2月 北宋军队已经突破了金陵的外围 来到了金陵城下 全国上下都知道 王国只是早晚间的事情了 可是张继还在跟李玉说 宋军已经就快要挺不住了 马上就会要撤兵了 李玉一听 就更加的悠哉乐哉 甚至还下令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 录取了三十多名进士 可是这个纸啊 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一天在深宫里呆立了的李玉 忽然来了兴致 想到城楼上去巡视巡视 静静手掌的责任 也送几句同志们辛苦了的温暖 这登上城楼一看 脸都下白了 天哪 这城外面秘密扎扎 全是宋军的旗帜 还说宋军就要挺不住了 其实是我的江山就要完了呀 想不到我被自己所信任的人骗了这么久 这一回在处理部下的时候 总是心太软的李玉 可是动了真格了 可是他还是舍不得向假话连篇的张继下手 而是把气全撒到了黄埔继勋头上 回宫以后他马上派人叫把黄埔继勋呢 叫来手一挥说给我绑了推出去杀 可怜这个黄埔继勋呢 连杀头的待遇都没有享受得到 据说他刚被推出宫门 那些恨他入骨的军士们就蜂拥而上 李一刀我一刀的把他给碎割了 杀了黄埔继勋之后呢 李玉开始亲自处理军阵大事 可是这位一贯文采风流 从来没有见识过战争的帝王 他又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啊 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而李玉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痛苦之中 他在手下人灌的迷魂汤中清醒过来 却发现自己已经处在别人的包围圈里 是真正的无路可走了 北宋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南唐的首都金陵极其可危 作为君主 李玉却又束手不策 此时李玉所承受的恐惧与痛苦 从他所写的词中可见一般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 此时李玉的词已经暗藏着亡国之音 预示着南唐将遭遇灭顶之灾 那么对于厚多礼遇流传至今的那些哀怨词章 我们又可以做怎样的品味和解读呢 在马上就有亡国的威胁之前 他类似写起词来就像行云流水的笔 也禁不住颤抖起来 据说他曾经寥寥草草的写的这么一首词 樱桃落尽春归去 蝶帆金粉双飞 紫归提乐小楼兮 华莲朱博 惆怅卷精梨 门巷寂寥人去后 望残烟草低迷 炉香咸了凤凰梨 空池罗带 回首恨依依 这首词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晚春的画面 红色的樱桃花落尽了 春天又谢幕了 蝴蝶翻动着金色的翅膀 沉双沉对的飞着 月亮升起 小楼的西边 杜鹃鸟妻妾的叫声也响起来了 是在挽留春天 还是在呼唤某个人的归来呢 小楼里有个美女卷起了用珍珠织成的 绘着精美图案的窗帘 满怀惆怅的向远方望着 这首词的下半首前面两句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眺望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自从某个人离去之后 这里的门亭和巷子就显得格外的寂寞 而对他的眺望也就开始了 并且每次一望都是老半天 一直望到天都要黑下来了 远处草色如烟一片漆迷 屋子里香炉中的香烟 仿佛也在同情这位孤单的美女 轻柔的撂扰着绣花背上双双对对的凤凰 看不到那个人影子的出现 这个美女捏着美丽的衣带 失望的转过身来 一副怨恨而又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们原来说过 词在古代就是流行歌曲的歌词 跟现代的流行歌曲差不多 经常拿美女说事 最喜欢写男女爱情 这首词表面上也是这样 但是李渔这个人 就跟我们熟悉的贾宝玉一样 多愁善感 有一点女性化的气质 所以这首词中这个美女的思想感情 也可以看作是李渔 眼看着国家大势已去 虽然千舍不得万舍不得 但终究没有力量去挽救的心情 所以后来苏氏的弟弟苏哲 他就说这首词 欺良愿目真王国之音也 在这段时间里 李渔所作的王国之音还不止这首词 据燕门野记记载 他还曾制作了一首乐曲叫《练家山破》 破我们原来讲过是一个音乐名词 在这里本来的意思是表示这首曲子的节奏很急促 但当时也有人说 这只曲子的名字从字面上来看 是想起国家江山灭亡的意思 不吉利的很 是王国的一个预言 不过这些话 也许只能算是事后诸国亮了 在当时的南唐 随着春天的过去夏天的到来 其实是出现了一线生机的 只是一个意外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 而李渔还要继续为他在用人方面的错误付出代价 那么这一线生机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李渔在用人方面又出了什么问题呢 预知后识 请听下集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这首词是李渔在国破家网之后 对南唐往事的追忆和感叹 公元九百七十五年 面对北宋大军压境 兵临城下 此前一直心存侥幸的李渔 是选择进还是退呢 南唐最终是怎样在李渔的手中 走向灭亡的呢 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 为您轻轻讲述南唐的最后岁月 活泼深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